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韩家带一趟 我们和鸿兄 今天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迫不得已进入了剪脂期 那你还吃这么夸张的东西啊 当然大家会知道在剪脂的第一步是什么 现在网上搜一搜有什么能吃的 不得了 谁来谁去最后觉得魔芋可能是最好的 是的 又管饱 而且是口味不错 所以我们在网上找了一些 花式魔芋素食产品 一起来尝尝看到底好不好吃 第一个 鲨鱼菲特魔芋螺丝粉 22钱 20 滚吧 每次我看剪脂餐的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价格我就饱了 健身的衣服有贵 健身课有贵 健身房有贵 健身吃的东西有贵 钱都花掉了没什么我还是怕 是不是个好问题 鲨鱼菲特 酱包 菜包 酸笋 酸醋 汤料包 当然我很关心的是 既然是剪脂的要看卡路里 现在这种产品就很鸡贼的 咋啦 所有配菜的卡路里都单独写 你算不出来它这一份有多少 全部是单独的热料 产品设计得很牛 它整个袋子上面就写说 魔芋粉丝33卡 骗谁呀 那你只买这个锅就好了 我就吃它就好了 我们试试看 这一份 来看看 还是有很像螺蛳粉的其实 是的 就是粉的部分 魔芋感觉有点过于的硬朗和Q弹 餐里面菜比较少 就是粉加腐竹 减脂餐的重要要义 吃得非常少又贵 你别说是可以吃的呢 臭我还蛮浓的 它比我们前两天测的某些牌子的螺蛳粉好吃 我可以接受它是Q弹的 它是真的螺蛳粉的味道 而整体上全部都减量了 减臭减辣减香 但是可以吃的 就减脂餐那个范围是可以吃的 就是太贵了不能理解 某时候吃减脂餐比较多嘛 所以你觉得在减脂餐口味里面 你是可以吃的 但我会觉得说这里面可能盐分有点高 减脂的时候你不仅是油要少吃 其实盐也要少吃 所以我有说真的想减脂的话 别喝汤 好吃 好吃也不吃也不吃也不吃 雨神版多斯粉 我真的看到的 你不要有这种性别的概念 男生雨神都可以吃 在翩翩起舞 而我并不认为只有瘦才美 翩翩起舞一定也要瘦了 他就不能跳伤吗 为什么要翩翩起舞呢 OK OK 我看到很多高矮胖出不同肤色的人 穿着不同衣服人的 是做不同的运动 做自己 是的 爱不爱做运动都行 下一个 六味斋 哇 这个厉害了 从没见过 魔芋 芝芝香香水爆肚 芝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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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芝芝也炸油啊 芝芝你要死啊 这多少热量 我说这个热量只有70 放屁 骗谁啊 这包麻将就不吃70 我让你加码让你看 但我还挺期待的 那我们就是热量跟什么 该吐槽吐槽 如果好吃我们还是可以推荐的 实话说 它肯定比你真实的那个水爆肚 热量要低一点的 然后就是相对而言嘛 大家别跟我杠 我也不给它代言 一包魔芋的土 芝麻辣油酱包 芝麻油我们来吃吃看 这个多少钱 14块 但它也不多了 就 哎呀很难吐槽 很难讲 太香了 它拌的时候 我感觉我在吃那种麻将面 是的 芝芝芝芝这块 而它这个魔芋做的真的很不像魔芋 是的 而它热量才多少 然后说来 这样70我不信 就是你说那一袋麻将就不止70了 对 我来尝尝看 这个很像 白体捞的那块 有毒 太好吃了 我刚吃到了一整块 麻将 完蛋了 解肥失败 解肥失败 因为它就是魔芋 而且要好吃的话 大家可以先过一下热水 就没有那个碱味了 下次不要加麻将 那吃它个麻将 这碗麻将 康都不止这个热量了 我想买这个 很好吃 真的有肉感 好吃 对吧 好吃是因为麻将锅 下一个 哇厉害了 清姨 魔芋酸辣粉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好吃一点 因为它酸酸辣辣是吧 我真的不敢相信它的热量 它说每一碗的热量 就包括汤 包括粉 就每一碗 52大咖 是说他们喝完了52 汤全部喝完52大咖 那我要喝汤 真的52啊 有没有专业的评测机构联系一下我 我主动去联系你们 你可能测一次要2万 有点贵 我只能相信间互联网 现在虚标太严重了 我们来尝尝看 我还是很期待它的 哇 它很像是那种酸辣粉 它这是酸辣粉 它很酸辣粉 它喝完才52大咖 来吸管来喝它 但它的魔芋看起来有点像豆芽 说实话看起来比较Q弹 我来尝尝看它入不入味 很香 它好香 跟十足人有的一批 它好辣 看它好油 为什么这么低咖 这个就是简直的艺术所在 好吃的 今天这其实我进去了 简直里面最开心的 它好酸 又酸又香又辣 别看什么飘红油 它其实吃起来的时候 主要那个辣不是靠红油辣 是靠那个干粉 讨好萌书很简单 下次给萌书加醋 我要添语一下 对啊 你做产品做成吸血石 可快红吧 真的夜宵可以吃的这个 不挨油 有点油啊 不挨油 对 你别放辣油啊 你放辣底部就好了吗 那时候太清糖了 别喝它 看看辣油朋友们 但是它低卡耶 好的 它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管 我宁愿相信它 它通过芯片做到了吗 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恋爱脑 它说什么是什么 下一个 哇 这个牌子没见过 蛮肤极客 磨浴专研家 磨浴专家 然后他们家做的磨浴面 有三个味道 金汤肥牛 冬英宫 重庆火锅 一袋是8块钱 我们来一起来煮煮看 金汤肥牛了 哇 真是金汤 我有点相信为什么它这辣低了 它真的像一碗鸡汤面 但有点精吧 喝口汤 它是金汤 但不是肥牛 它精的什么呢 它没有肉味 我来尝一尝 这个就是含调料包一袋的话是1048 就是你喝完汤也选一袋 它这个热量比刚刚爆肚粉还高 它不是写二十三十吗 就是整的一袋 哦 它虽假是标的面粉的热量 哦 那我吃爆肚粉吧 这个热量有点高 100还好 我就是相当于比一个苹果还小一点 好淡 我不想吃这个 有的时候希望别人骗我 太淡了 尤其吃完酸辣粉之后吃它 你会觉得说寡而无味 冬英宫这个汤是不是很浓了 冬英宫好红啊 你们应该烫个虾什么的 哎 冬英宫相对好吃一下 它烫味起来很腻香 它比较酸 里面还有点柠檬味 重庆火锅的 哇 这里面确实有一种火锅饲料的油感 好香 火锅外这个油比较重啊 好好吃 它没有感觉热量 我吃到里面吃到了一整块那个牛油酱 又香又麻 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 它是魔芋粉 这让起码砍一半 你要这么想 还香 只是因为它放在牛油锅里面涮了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魔芋素食大商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的心动是哪一个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下 他们现在产品包装上面关于热量的标注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已经很努力地去计算了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也希望大家不吃不怕 身体健康 吃嘛嘛香 当然呢我们也是秉持一个宗旨 就是正常体型就好 不要过度减肥 对对对对 我们不崇尝身材焦虑 毕竟我本人再焦虑下来我怎么办呢 突出一个开心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爱你们 哇